近日温州一家便利店是多次遭遇贼手 而嫌疑人都是选择在凌晨没有人的时候 潜入到店内盗窃 那么这个窃贼究竟是如何进入的 民警经过侦查很快有了发现 根据店内的公共视频显示 当天凌晨三点多 一名可疑男子沿走廊来到案发便利店的附近 被盗便利店在路程古楼社区 一栋老式住宅楼的三楼 也没有安装防盗门之类的设施 从店外的走廊就可以直接走进店里 店长告诉民警 说便利店多次遭窃之后 便放置了栅栏和木板拦住走廊 但这些只用绳子简单固定的栅栏 根本拦不住窃贼 花点时间便能够轻松拆开 通过走访调查我们得知 近期有住户看见与嫌疑人体貌特征 十分相似的年轻男子在附近活动 看来这个窃贼应该就在案发的附近 民警经过进一步的排摸 最终在隔壁大楼的二楼走廊内 将嫌疑人梁某抓获 据梁某交代 他近期因为失业手头缺钱 在路过便利店时 发现店内防盗设施欠缺 就萌生了道歉的箭头 经调查 嫌疑人梁某从今年八月以来 曾先后五次潜入这家便利店盗窃 偷走现金三百多元 目前梁某因多次盗窃 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案件还在进一步的砧板当中 记者王延渊编辑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